女人端起瞄准镜却发现对面的人居然就是自己 而且看样子已经被自己射中 小成本国产科幻穿越电影居然被好莱坞翻拍 废话少说我们且看好莱坞对平行森林的翻拍水平如何 为了帮助刚刚失去儿子的妻子走出阴影一家三口来到森林度假 可是妻子黑妹却独自来到森林深处 可就在此刻她却忽然挨了一冷枪 她连忙闪身躲避 却不料对方不由分说又是一枪 黑妹顿时神枪手附体立马还击 可当她注视瞄准镜却看到不可思议的一幕 那个对自己开枪的人竟然是自己 而自己却一蹶一拐地逃走了 被枪击的黑妹搭了个脸回到自家森林里的别墅 可回到房间黑妹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自己刚才看到的人绝对是自己 她这一做就到了晚上 可是丈夫小黑却不放心 于是拉着黑妹来吃烧烤 哥哥老黑试图活跃下气氛 可是刚刚站起来却不争气地烧到了右手 此处划重点烧到右手 老黑连忙去房间包扎 而小黑夫妻俩也再也没了胃口 而黑妹一进房间却正好看到老黑出去 可是下一刻黑妹一转头 另一个老黑却从后门走路 黑妹顿时猛逼 一天连续见到两次反常事件的 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病了 可是当晚她却再次想起白天对自己设计的自己 于是再也没了睡意直接起身 她拿出了猎枪和匕首准备再次一探究竟 很快她就再次来到了白天经过的那处境区 那秀气斑斑的破烂门上面还挂着警告牌 早在几十年前 这边森林曾被人承包做一些危险的实验 后来实验被砍掉再也没有人来过 可是黑妹却延续了老外一贯的尿性对警告视而不见 一低头她却再次看到了栏杆上的四指血迹 那血迹分明还很新鲜 她不再犹豫直接钻了进去 可是没走多久她就发现了前方的古怪 这树木居然自动形成一个类似大门的东西 黑妹一边小心翼翼地打量一边踏入这里 显然此刻的她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可是走入大门没多久 她就发现这里的路有些熟悉 紧接着她再次看到了树木组成的大门 黑妹彻底蒙了个圈 因为她分明刚刚从这里经过 可是一回头也没别的路 她只能前进 不过这次黑妹长了新眼 她解下当年妈妈给她的围巾 然后用力地缠在大门口的树枝上 可是黑妹刚刚走进去却发现了地上的鞋印 于是她又在树干上画上记号 这样即使迷路了她也知道怎么回事 可这一次即使她做了一些防范 意外还是发生了 她竟然再次走到了树木大门这里 而树枝上却没有了自己的围巾 黑妹顿时更懵圈了 而且在森林里遇到这种事情她有点害怕 于是直接转身就跑 可是已经进来了哪那么容易跑掉 她马上就陷入了一片迷雾中 这一刻黑妹慌不择路 可是不久之后她眼前却再次出现了那个树木大门 黑妹这时候肝都颤了 于是再次发力狂奔 却不料傻人有傻福 不久之后黑妹居然误打误撞地找到了出口 她连忙就往外爬 可是慌乱的她却没注意这个栏杆上居然没有了血迹 回家之后黑妹结结巴巴地告诉丈夫自己可能发现了什么 这个地方有点不对劲 自己在旁边的森林里来回走迷路了 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又回来了 丈夫小黑说在森林里迷路很正常 可是黑妹却强调自己没有迷路 不管自己往哪个方向走都会回到这棵树 而自己在树上系了围巾 而且还在树干上留下标记 可是等她再次回来却全部都不见了 自己似乎被困在某个循环里面 丈夫却认为她精神可能不太正常 还说自己最近给她找了心理医生 接着丈夫小黑提起他们意外去世的儿子哈婆 可是黑妹顿时激动 小黑却说儿子已经去世一年了 可是黑妹心里却还是没过去 他们总要继续生活吧 而且自己已经道歉无数次了 小黑越说越激动 自己开车已经很小心了 可明明是那个司机闯红灯撞上了自己导致儿子出意外 难道你希望躺下的必须是我才行吗 可是黑妹的表情却有些呆滞 自己儿子的死亡分明不是这样的 开车的明明是自己而不是小黑 却不料这句话被小黑认为是在讽刺自己 可是很快黑妹就意识到 眼前的丈夫绝对不是自己熟悉的那个人 与此同时老黑走来问发生了什么 可是黑妹一转头却看到老黑伤到的手不对劲 她分明烧到的右手才对啊 黑妹连忙逃离这里 即使身后的丈夫两人追来她也不再理睬 很快她再次回到森林里 经过那扇门她再次进入一个奇异的空间 可是她却再也找不到那个被自己画下记号的书感 而这里的大门也似乎是无限的 黑妹一连找寻十几个都一无所获 可是就在一出大门前她却听到一声一响 下一刻 黑妹连忙躲起来 而后举枪瞄准 可是下一刻她却震惊地发现 那人居然是自己的老公小黑 可是一瞬间她却明白这不是 而对面的小黑二号却也直接承认自己不是她老公 起码不是和她在一起的那个老公 她来自另一个时空 而且自己没有恶意 不如坐下来好好聊聊 因为他们必须离开这里 而自己能帮她 黑妹也似乎被她打动 当当坐下黑妹就问她这里是什么地方 小黑二号说这是世界的破碎边缘 更准确的名字叫多元宇宙 接着她直接给黑妹拿出一本书 这就是你原本的空间 你能想到的壁 的角落 像是一红红 现在这些地方 是在空间的位置 现在我们的地方 我们称为那是约维 那是在空间的称为 你一旦距离开 你会在另一个空间 跟你一样的一批 原理是 我们不能共存 在空间 已经被我们一样的一批 黑妹顿时惊讶 二号怎么知道这么多 二号却说这就是自己的工作 原来在她的世界 她是一个顶尖的物理学家 专门研究粒子和暗物质 以及宇宙射线诸如此类有趣的东西 接着她问黑妹自己 在她的世界是怎么样的 黑妹想了想告诉她 一号小黑也就是自己的老公 是很善良的人 她是一个大学里的清洁工 也是一个了不起的父亲 可是黑妹接着问自己 在她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小黑说另一个 你是我的一切 是我的梦想 可是她却离开了我 原因是因为儿子的死 自己亲手拔掉了儿子的插头 黑妹却让她马上打住 因为她不敢听到儿子的名字 可是小黑却说 自己的黑妹也是这样不让提 甚至因此她开始抑郁 当我们来这里度假 她却说自己在这里看到无数的自己 起初我以为是她的幻觉 可是现在直到她彻底消失我才知道不是 所以我来就是为了找到她 而此刻她也得知 黑妹是要找到一个儿子还活着的世界 接着二号拿出一盒钓鱼线告诉黑妹 如果黑妹抓住鱼线的一端 而自己抓住另一端 这样他们就可以配合找到自己要找的世界 只是鱼线有点短还不够 于是当晚他们直接闯入一个世界 凭借着各个世界的相似程度 二号很快找到想要的东西 却不料下一刻 居然是哥哥老黑 颠着酒瓶醉熏熏的走了进来 二号连忙说自己只是来找鱼线准备钓鱼 可是老黑却痛苦的说 你从来不记得 眼看着老黑开始哭泣 二号连忙上前安慰 可是老黑却难难的说你不是 你绝对不是 小黑正疑惑自己不是什么 老黑却说 原来在这个世界的小黑夫妇 早已经遇到车祸丧生 老黑痛苦的说不要再缠着自己了 自己真的生不如死 临走时黑妹轻声告诉老黑以后善待自己 而得到更多余线的两人终于能走得更远 甚至临时的火堆周围都被他们步上了警戒线 他们约定了暗号 1111号房间8号床 这是二号的儿子死亡时候的病房 他们约定如果一个小时后二号没回来 那么就是出意外了 而黑妹为了防止二号出意外 甚至把猎枪都交给了他 可是二号刚刚离开不久 黑妹忽然听到铃铛出一阵声音传来 黑妹连忙去对暗号 可是他一连喊了两遍都没有声音传来 于是他举着手电筒前往查看 可是这一路他居然顺着鱼线 直接找到了另一处世界 他小心翼翼地推门走入 可是一转头他居然看到了 正趴在桌上熟睡的小黑 他小心翼翼地靠近 却不料下一刻 眼前的小黑顿时被惊醒 可是看到黑妹他也顿时一愣 可是眼前的小黑却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们且称他为三号 三号说你下午去了树林 我到处找你却没找到 可是现在 黑妹却想到什么 马上反问老黑的手怎么样了 小黑说正在治疗 可是黑妹马上问是左手还是右手 因为他要印证 这是不是自己的世界 黑妹顿时心中放松 自己居然回到了自己的世界 却不料下一刻意外忽然发生 下一刻黑妹就被绑到了仓库里 三号仓促地对着老黑说 他说的什么1111号 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而老黑却在努力地劝小黑冷静点 得好好想想怎么回事 小黑却坚定地表示 这绝对不是自己的媳妇 接着他拿出枪就要解决掉黑妹 却被老黑马上拦住 可是小黑还是很坚持自己的看法 他不是黑妹 老黑连忙说需要跟黑妹聊聊怎么回事 接着他直接解开黑妹嘴上的布团 而小黑也是探着问他到底是谁 惊魂未定且伤心的黑妹 难过地说我是你媳妇 可是小黑却说自己媳妇已经死了 黑妹顿时猛掉 而这个时空被杀掉的黑妹 却正在角落里 小黑接着说下午你回家了 而且腿上有伤 你说我是假的对我开枪 而我只是反击 反应过来的黑妹连忙试图解释平行空间的事情 自己确实看到一个和自己长得一样的人 那个人应该是你的妻子 小黑却再次激动起来 自己的儿子死了 现在妻子也死了 可是黑妹的可怜样子并没有得到三号的同情 因为她更惨 意外就此发生 老黑阻拦三号杀掉黑妹却意外杀掉了三号 三号无力地瘫坐在了地上 而黑妹却被老黑带到了门外 可是下一刻意外再次发生 而黑妹却再也没了表情 可是当黑妹正准备回到鱼县开始的地方时 却忽然在半路发现了什么眼神一顿 那竟然是又一个小黑 而且看样子已经凉得不能再凉了 更重要的是这个小黑手上的戒指已经不见了 她顺着这个通道往前走 却发现眼前的世界三个人正欢乐无比 那分别是老黑小黑以及黑妹 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黑妹没有阻拦 因为她已经大概知道了这是怎么回事 可黑妹回到鱼县开始处 没多久铃铛忽然响起 通过暗号她知道 二号已经回来了 她说昨晚自己一连去了两个空间 可是每次回来的时候黑妹都不在 于是她再次探索其他空间 黑妹接话说 我猜你肯定找到了自己要去的世界了 二号点头确认 而现在自己要把这个空间的入口炸掉 当看到二号手上的戒指黑妹反问 她的妻子相信你吗 二号却说我有办法 而且她建议黑妹也这样做 找到一个世界占据她保护她 黑妹试图告诉二号 不能随意剥夺别人的生命 二号却说 那我继续穿过这些空间的意义在哪里 就像你一样 不就是想要找到儿子欧伯吗 难道你认为当你找到欧伯还活着的世界 另一个你会举手欢迎你吗 可是二号却不再多说就要转身离开 不过下一刻她还是想起了什么把枪还给了黑妹 她说总有一天黑妹会做出明智的选择 紧接着二号将这个空间的自己拖入了时空入口 炸弹也被她摆入自己的身下 可这边的黑妹正在喝水 意外却突然发生 而那赫然是另一个黑妹 黑妹连忙劝解自己的二号说 这是多元宇宙自己可以解释一切 可是黑妹却一瞬间了解了一切 这个二号自己居然是二号小黑的媳妇 她连忙说你老公在找你 她还在这个空间的入口处 可是二号却决绝地说她做了那样的事情 自己是不会原谅她的 可是下一刻意外忽然发生 当当想反击的二号就此被黑妹杀掉 黑妹连忙恐惧地离开这里 不知道在这片森林寻觅多久之后 黑妹再次找到一个世界 她真的太累了 这次她没有小心翼翼 一进屋她就好好地洗了个澡 而后她放生痛哭 最后她直接躺到了床上 这一觉直接睡到了第二天 她坦然面对这个时空的小黑 而这个时空的老黑手上也没有受伤 不过黑妹也不在意了 可当黑妹来到二楼 却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妈咪 妈咪